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填报志愿的问题 将来你们做什么 从事什么行业 在高通的时候 如果能有很好的定位 对你们的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初宁 你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 我没有梦想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好的 谢哥 起立 好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再见 你有梦想吗 我 我当然有了 我挺喜欢写作的 不过作家作为梦想的话 对我而言有点太奢侈了 你要是做了作家 我第一个支持你 谢谢 那你一辈子做过你的事情是什么呀 做你老板 天天被你照顾 小平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我不知道 要不你帮我想一个 我想想看 你经常画画数学又那么好 我想想 我想到了 你要不做建筑设计师怎么样 只有建筑设计师能把艺术与理性完美的集合 非常适合你 建筑设计师 听起来还蛮酷的 对啊 别人能在你设计的房子里快乐生活 多好呀 那这样 说好了 以后你的房子 我包了 好啊 那我可不会给你设计师费 咱们是交集 你还用给钱吗 我俩的房子 我怎么会要钱呢 新概念作文大赛又要开始了 不知道我们学校谁会参加呢 如果谁考上了名牌大学肯定稳了 我也这么认为 可是我还是想去音乐节 我也想去摄影啊 许定书 看来你机会来了 来 同学们 停一下停一下啊 我跟大家宣布个事情啊 之前相信大家都已经注意到啊 最近有这个新概念作文大赛了 然后我看到同学们都踊跃报名啊 很多人想要参加 但是那个学校呢 经过一番筛选啊 只选了几个名额啊 那其中有个名额呢 就在我们班 它就是徐中书 大家鼓励一下 搞错了吧 我什么时候参加比赛了 怎么样 惊不惊喜 哥替你报的名 我怕我做不好 我给你变个魔术 好了 要对自己有点信心 在我心里 你也有点信心 我没提到你 我可能有听到你 可能 coverage 我可能可以回家 听到你了 那你还不靠到我 一个决定キス 我带着自己去 我的咱们 把那些是什么 都还不要这么多 两个人 那你也有没有 什么都不有 什么都不可以 那你去真相关 多媒体教室 正好我也要去 我带你吧 谢谢 你也是这一次参加新干点的同学 你好 我叫安慎明 你好 我叫徐静书 到了 进去吧 真是一个有教养 有礼貌的人呐 各位同学 老师好 老师好 我们今天呢 就开始关于这个 新概念作文的这个训练啊 围席一周的一个特训啊 今天写一篇议论文吧 以我的礼物为题 可以结合一些自己身边的事情 时间的话 大概是一个小时 写完之后呢 你们自己可以先相互交流一下 相互一些提前意见 我后面会过来看一下 好吗 好 完成 那没聪明 我本来就在里面 随意 有点 我个人都好 对 我们有点 启 有点 好 好扎实 他还蛮有才的 我觉得挺好的 我看不出来问题 你的有些用词 我还看不太懂 用词看不懂 那就是我的用词 太艰涩难懂了 不是 不是 那个是我读书太少了 没有 其实你讲得挺好的 会有帮到我 谢谢你 没有 是你谦虚了 你看看我的问题 你整篇文章流畅 自然 制造也很丰富 观点很新颖 只是最后这个地方 这个结尾的地方有点散 如果你想要这样结尾的话 那前面论证部分 需要再加强一下 不能显得过于的 个人情绪好了 这里 我的议论文 有时候有些说不清楚 哪里不足 总是内心自己跟自己吵架 是我的逻辑性还需要加强 最能半分感谢 好 来 这本书送给你 你可以回去看看 说不定可以帮到你 谢谢 什么 你再说一遍 这本书谁送给你的 阿姨晓明 是他 怎么了 我羡慕死你了 你可知道你招到一个大桃花 什么呀 我的小叔叔 你真的对咱们学校的事情 漠不关心 你不知道他是谁啊 他是比我们大一届 高三一般的 受全校女生欢迎的 学霸男神 还是学生会主席 不仅人长得帅 还是个学霸 门门功课都有兴 简直就是我的男神 我是觉得他挺有礼貌的 你也挺好相处的 对吧 如果咱们学校 非要选一个我欣赏的男生 那恐怕就是他安胜名了 不仅人长得帅 还有我才 人品还一流 完美 他是挺有菜的 他的文章很好 而且他点评我的作文 真的是一针见血 我觉得他是我们这次比赛 最厉害的 小叔叔 你看完这本书以后 能不能送给我呀 我想收藏 能不能服那么花痴 小叔叔 你也喜欢他啊 莫莉丝 凯尔与斯曼 我很喜欢他的这一本逆流 这本书的冷门我找了蛮久的 你一旅人而来 又一旅人而去 你如五月的春花向我迎来 如今世间沉浸在悲伤里 我所踏足之处 依然被白血所覆盖 对对对 我也喜欢他梳理这一句 不过他的这本逆流 我觉得还是太过于孤独了 文字虽美 略显忧伤 其实他的另一本 逆天我更喜欢 他讲述的是 里面的主人公 最终突破阶级的桎梏 最终获得了 精神上的完全自由 这才是极致的浪漫主义 推荐你去看一看 好 如果能找到 我一定拜读 这本书给你吧 我去看看别的 只有不多人所爱了 我看看别的 谢谢 沉稳 泪沉 波澜不惊 这或许就是我心中 想成为的样子吧 要不周末我们不学习 最近太辛苦了 我带你去玩 不行 我的周末可不是用来陪你玩的 就这一次 你答应我 我向你保证 你去集训以后 我每一天 都自觉花出一百小时 在补习班里补课 不行 你本来就应该 都花时间在学习上面 那你开一个条件嘛 到底要怎么样 你才能答应我 那好 你的托诺补习班 不能逃课